这就是共军 其实共军心里一直在想 我们要打台湾 我们要统一台湾 可是统一台湾又没一个目标 没一个准怎么办 他只好在内蒙古 做了一个类似总统府地形的 一个训练基地 那这个训练基地 其实绝大部分 我们的研判是要用来空中轰炸 让共军的飞机 对于地面的目标方位 还有投弹的这个角度 做一个演练 所以他在这么空旷的沙漠地带 所成立的一个跟台北市 我们博爱特区非常雷同的状况 所以主要是提供给他炸射 那还有什么用处呢 我告诉大家 还有个用处 就是让这一些飞行员 中国的飞行员 他不可能飞到台湾来 所以说继续在蒙古这个地方 望眉止渴 看到了这就好像是台湾 这就好像是台湾的总统府 博爱特区 我就来这个地方练习炸射 让他更有自信 但是呢 训练场地跟实地不一样 这个训练场地不需要渡过海峡 这个训练场地 不用闪避台湾的防空系统 这个场地 不会遇到了所谓的假想敌 所以他纯粹的炸射 当然就是一个心理作用 补偿作用 让解放军认为 我练兵这么久 至少炸射一下 给自己的百姓看 否则这么大的预算 要做什么呢 那国内的知名的一个研究者 这个研究者很有趣 他是用自己 他是学音乐的 然后他对于Google地图 对于共军的部署 相当有兴趣 自己曾经画出了一个 共军 解放军的部署图 而且精确度相当的高 所以这是文学社 他分析说这个场地 不只有总统府 还有机关 台大医院 东吴大学 最主要这次应该是 解放军训练的一个模拟目标 用来炸射的目标 那这跟其他的 包含以前 我们在内蒙古看到的 朱日河基地 可能不太一样 朱日河基地是一个什么 特工 是一个巷战的一个基地 那这个基地 纯粹是为了空中炸射 大家别忘了 中国曾经在新疆 也在路上做了一台模型 什么模型呢 那是美国的福特号的航空母舰 也在沙漠地区 做了一个航空母舰的路上行舟 它为的也是要让 共军的飞行员 能够习惯切入的角度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训练基地 那其实我们国军 做了很多训练 也是针对性的 因为我们要带着敌情练兵 所以我们国军很多假想敌基地 当然也是针对我们未来的战场 而模拟做的 所以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 但是知道就好 表示共军侵略台湾 武统台湾的心 从来没有停止过 共军的侵略场 又看到了台湾的街道图了 网统上看到了一个共军在 魅蒙古的一个基地 他说你看 这个出现了举光台前道馆 这个台前道馆 我们仔细看一看 在哪里 在杨梅 在桃园的杨梅 这是Google街景 所找到的 桃园市杨梅的 举光台前道馆 跟中国解放军训练场地里面的 假城镇 连图 这个你看娃娃的头 都一样 都一样 字的颜色也一样 底部也是黄色 这甚至 我告诉你 连电话号码是故意把它标错 故意把它标错 免得打错 其实中国不会这么样的 有道德心 因为Google街景图上面 所看到的这个图 他是直接把它复制 贴上 然后做成他们假想敌基地的 这个所谓的假城镇 它并不是什么针对性 所以这家跆拳道馆的老板 接受访问的时候也讲说 没有 我们是强身健体 没有其他的政治意图 当然没有 所以中国就是看到了你的招牌 很明显 故意就把它放在上面 那么有没有什么军事内涵 有没有什么军事的秘密 没有 这是单纯的跆拳道馆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 如果今天中国他在做兵器推演 特工推演的时候 他所做的目标 一定是有身力量 什么叫有身力量 解放军不会去打平民 解放军所打的一定是军队 所以说表示在扬眉有军队 对 什么部队我们就不说 我们就不说 在扬眉有部队 而且还是一支反空将的部队 那么中国解放军这一群士兵 要如何到达扬眉呢 绝大多数的方式就是空降 那么空降 这辆八轮甲车就不太对劲了 因为八轮甲车怎么空降 而且这一些在这个地方受训的士兵 所穿着的叫做一般的便装 就是并没有全副武装了 他是穿着轻便的军服 他没有全副武装 所以他正在做的叫做地形介绍 他没有完成一种特工的训练 那么只是把这个训练场地 当成一个场所而已 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可是呢 表示中国真的在对台湾动武 而且没有搜手过 因为在这个途中发现 解放军72集团军 在高丽山的战术训练场 这就是模拟什么 模拟台湾的街道 所搭的一个假想敌的一个假城镇 那么大家也不用太紧张 因为告诉大家 我们那里有预备的兵力 我们那里有预制的反应兵力 所以当地的百姓 反而要觉得更安全 为什么 如果中国要去攻打你 你没有兵力你才要紧张 如果我们已经有兵力了 何须紧张 我们只要做好准备 做好备战 那么如果大家在街道上 看到阿兵哥在训练 你要给他加油一下 因为他正在保护国家安全 香港互惫 中国人 日本人 反应